越帥越帥 你不要再欺騙我了 越帥越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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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重了 拿這個很像在健身 還有清酒 夾當了 那個順序是要 第一張應該是下面 這樣是第一張嗎 沒有,那是最後一張 這樣也是第一張 這樣是第一張 水蠻牛,這都一箱 一瓶,不會是一瓶 就是我們只要說一味 一味 他這個拿起來 好,不行,獲得保麗,水蠻牛 一瓶,靠阿威,可以自己買 然後你要自己要 支付運費 重新費是多少 運費30,但是那一瓶賣25 還虧 欸,已經開始錄了 被發現了 開了 已經開了,喔沒聲音了 有有有聲音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真的 哇,你們這個直播還可以上字幕嗎 超酷的 到底要怎麼弄 你看我們等一下拿那個 真的喔 可是他要能夠配合吧 他要能夠支援 這個直播的程式才有辦法 其實直播是還好 主要是他那個電視的訊號要進去 會比較困難 所以這台電腦還蠻貴的 是喔 真的以後就是 哇 我們也不用入外景了 都靠直播就好 欸,好啊 有 有 打開遊戲 沒有沒有 我現在沒有空間 載天堂 下一次我一定要 買大一點的 這次是128 下一次251 這感覺好像蠻厲害的 牽狗 蛤 這感覺蠻厲害的阿 炸雞 嗯 嗯 我講嗎 好吃 我們是 可以 跟觀眾比較聊天 已經 好 現在 各位親愛觀眾朋友們 不行 要外景才好玩 他們聽得到我們講話齁 他聽得到我們 現在聽得到 聽得到 欸真的耶 他在回應你 對 直接在跟我聊天喔 嗯 可以人家問你的眼睛還好嗎 你剛才跟我們 講的很長的一段 你的眼睛的這個過 手術的過程 也不 也不算手術啦 就一個雷射這樣 嗯 那 現在還在點飲藥水 然後 再過幾天 應該就 差不多 差不多是什麼 就差不多好 好 對 就是敬仰一個禮拜啦 差不多 OK 那個眼睛是很重要的 對 靈魂的錯誤 而且夏天快到 我很擔心我們接下來 會有很多次要下水的關卡 欸真的 那個 我就跟 下水喔 我會去幫各位觀眾朋友們 謀福利 因為夏天要到了 你怎麼不想要看一堆 一堆男人在海邊玩遊戲吧 真的是 你是要怎麼謀福利 就是把我們女來賓的人數 增加 增加再增加 因為你不管怎麼謀福利 我們就只有三個人 三個人 擴大 所以我會自願 讓小哈不要參加那一集 自願把人退出 然後不盡心的女生 那關主這個位置有要 關主是不會改變的 我就會像美眉共和國的巴拉格一樣 旁邊很多辣妹 叮叮 會很好玩 對 我們的平 那個播出的時間 可能要改到 到十一點 到十二點 對 越播越來 OK了 好啦 大家趕快這個 準備一下 因為 三國志就要播了 今天這集很好笑 可以準備一下零食啊 對 然後或者是飲料啊 就跟我們一樣 邊看邊吃 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尤其是 禮拜六 我覺得是 一個不需要動腦的一個 晚上 對 看三國志是完全不用動腦 真的耶 因為我們在現場也沒在動嘛 腦波很弱 很弱 很容易被人家講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很好cue 對 然後每次 錄完回到家的時候說 今天我們怎麼會做這麼傻的戲 這麼傻的決定 對當下完全就是一個 就覺得好像要做才可以 對 對 對 所以 好 放一下 什麼時候會來新竹錄整集的大根 什麼意思 要整 整集的大根 一個人solo 在新竹 對 一個人solo 在新竹 那都是我一個吧 然後整集 八點到十點都我一個人這樣 對 如果電視台還有想要再經營下去的話 希望不要做這種作品 好的 今天一樣會抽很多禮物給你們 所以你們只要 分享再分享再分享再留言的話 就會 介紹 就會給你們好多 很棒的禮物 嗯 好 大家要趕快 喔 介紹板子是不是 今天介紹嗎 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角色要稍微不一樣 是 我覺得 大根不能再當關主 就今天嗎 對 好 然後每次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會常常看到 觀眾反應就是說 都沒有聽到Teddy的聲音 對 Teddy我給你換個位置 我覺得上面主持人呢 應該就是改成一個人叫Teddy Teddy 然後我們兩個是來賓 或者是美食的這個建範家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好好好 成交 Teddy在這位置 我還不去你當作 你要來介紹一下 介紹 好 等一下 今天你就是主持人 好 看清楚 對 這流程是不是 好 我的流程做完 一個一個 好 來 沒問題 好 喜歡Teddy的觀眾朋友 這個網友們 你們要把握這一次機會 因為Teddy一個人要 擔當主持人的角色 沒錯 好不好 那我 那我們兩個就開始要放空 開始放空 就我們要模擬 我們在那個三國製的遊覽車上 就很容易被影響很好KING 不要這樣啦 幫一下 好啦 我先介紹今天的獎品 好了 第一個 保麗達 水蠻牛 抽出一位 不是一瓶啦 一位 不是一瓶 我跟蠻牛講一下 對 第二個 橘汁香 養生 金棗茶 唉唷 嗯 就是 下個禮拜 你們抽中了下個禮拜 就可以擠到飲料 對 保麗達 親服 氧氣茶 你眼睛確定有好嗎 對啊 有可能他 他有一點點影響 是不是看不太清楚 沒關係你可以其實可以看前面 對啊 看那個上面是不是 上面 不會錯喔 等一下拿起來不一樣 我先確認一下 對了 這個我不會唸 Sofo 肌能運動短褲三位 漂亮 好 再來 Sofo 肌能運動內衣三位 喔 漂亮 漂亮漂亮 還是Sofo 欸怎麼這麼好 美腿 顯瘦 顯瘦喔 顯瘦 顯瘦非常重要 Teddy強調顯瘦 再來 畢陽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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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寶貝水 神奇寶貝水 噴霧 噴霧 三位 欸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喔 這個呢就是在你晒 晒完後它會保濕 讓你的臉不會因為 紫外線而晒到受傷 這一張卡拿出來 這個我們需要 對啊 這一瓶在我們錄影的過程中 從來沒出現過 然後拿出來送給觀眾 感覺我們比較需要 為什麼呢 有沒有 校園我們也有對不對 欸這個夏天必備 好不好 補充水分 最後一個 現金三千一位 耶 謝謝 我現在是手機放在這 就是我等一下會一直留言 講答案跟分享 好 那我也要來抽一下 好 然後呢 今天呢 我們現在要先抽出第一個獎品 還沒開始就要送 這麼快喔 真的啊 我們先擺上來說 我們是第一個階段要抽的獎品 第一個獎品 奇怪為什麼我坐在這感覺 還是我在cue啊 喔喔喔 用洗的啦 隨機抽 就說你要放空 職業病 怎麼這 吃東西吃東西 今天都是燒烤喔 今天日式串燒 怎麼那麼好 等一下等一下 第幾張 第幾張 今天換你 換你們抽 我沒選過 這裡是 我跟你講這裡是遊覽 那個巴士的培訓 培訓地 你跟 開飛機會有個開飛機的 訓練 對 現在抽中的啊 聽話 從上到下 1 2 3 4 5 好那今天禮拜六 我們就第六張 第六張 自己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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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Yeah SOVO 眉腿 顯瘦韻律庫 三位 Yeah Teddy不斷強調的 顯瘦韻律庫 好了 吃再多東西也不用怕 因為可以顯瘦 是 那我們等一下這個 應該要有一些問題 要問觀眾朋友 現在要問一些問題吧 沒錯 我們的問題 就是 關主大根在本集中 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那我們的答案不要講出來 然後答案就是 你們自己也要看 對對對 其實我跟你講 Teddy是很活潑的 我覺得要 從下一集開始 我們要常讓Teddy 就是多講話 一集如果沒有講超過半集的話 不能拿錢 半集 對 這一集非常精采 因為這一集是 大家終於 眾望所歸 納豆哥 終於完成了 對 而且這一集呢 立東比較尷尬一點點 是 因為 他家裡的正攻已經有了 他居然帶了一個小王 小三回來 左右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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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他會多可憐的 你們等一下自己看就知道 而且家裡開宮廟的 一定要看這一集 真的 對 因為 很重要 開始啦開始 唉唷太快進廣告了啦 在緊張的時候 好看的節目就是會一直進廣告 嗯 剛剛想看的時候就進廣告 而且你的角色也太好猜了吧 對啊 就演必輸進嘛 各位 剛剛答案就是必輸進 猜到了嗎 都輸進 看有沒有人答對 有沒有 剛剛那題的答案就是 雞同 有啦 我看到蠻多人的答案 都是會寫通靈少男可不可以 欸通靈少男 可以嗎 不行 不行就是雞同 欸我在我還沒按之前 你們現在打都還有機會 趕快趕快 有寫通靈什麼什麼的 趕快改成 雞同 好 現在要抽出我們美腿顯瘦的 韻律衣了 韻律褲 韻律褲 顯瘦喔 欸真的欸 黑色就顯瘦 這個在戶外真的很實用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出外景的時候啊 蚊蟲 常常會被蚊蟲咬 對 然後你又想要穿短褲 你就穿一件這個 又可以 又可以顯瘦 又不會熱 又不會熱 不是啊 只是要送給他們的啊 對不對 三份 來囉 趕快留言 你也抽了 現在還來 來不及呢 得獎的是 Duck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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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瘦 太棒了 好了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桌上這麼澎湃 這幾個串燒一定要 因為你再不介紹 很快在這個節目的中段 它就會越來越少 不見對不對 趕快跟大家介紹 這邊是在我們東區巷弄當中 相當有名的天狗串燒 日式串燒 非常好吃 它每一道料理都是我們今天精挑細選 真的是選不出來 因為每一道都很好吃 全部帶過來 紅了給大家一起吃 是說我們現在還沒動 是因為我等一下要打包把它帶走 不行啦 我們要先吃 可能你等一下打包也沒剩 對 只剩一點點 剩骨頭 剩牙籤吧 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就邊吃天狗的串燒 就邊跟大家一起看 下一個我們要抽出的東西 對 下一個抽出的東西 少爺哥 少爺哥你抽一個好了 停 誰是喊停 很了解整個這個 我們下一次錄影 我就跟Teddy換角色 好重喔 停 要放上去嗎 還是 就是這一張 喔 就是這一張是不是 自己翻 獎金 三 天 會 欸 是嗎 SOLO機能運動內衣 有固執就要搭配運動內衣 沒錯 剛剛有拿到運綠褲的 趕快好不好 這是一整套的概念 一整套 那主持人 我們這一題的題目是什麼 第二題 得到道具卡的人 將使用機會 讓給哪兩位成員 喔 我都忘了這個道具卡 我也忘了嗎 我自己也忘了欸 是什麼卡 我自己也忘了 這一個空空卡 但是這個卡還蠻 他把機會讓給人家 對 讓給別人 而且過程還蠻波折的 欸 很慘 這個卡蠻慘的 這個卡蠻慘的 他拿到道具卡可是他很慘 對 但他很慘 拿到的人很慘 拿到的人很慘 你記性好好喔 究竟是哪個倒霉鬼 你還記得嗎 我只記得那個人是誰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卡的更慘 很慘喔 怎麼會這樣 通常大家都最想要抽到 沒有 觀眾朋友你們也不要擔心 我們現在我們議員開始已經會 就是有跟製作單位 沒有 跟製作單位反應了 就是這個卡如果 每次拿到我們都覺得 幫不了我們的話 我們就會連署抗議 連署抗議 基本上來講每一次的抗議都沒有成功過 對不對 所以究竟是什麼卡呢 你們等一下就是 鎖定我們的節目就會知道 對 記得 拿到卡的人很重要 重要是他把這張卡的功用 分給哪兩位成員 才是我這題的題目 好嗎 各位請回到我們的節目 好 太棒了 剛剛問題的答案 就是瑪莉跟LB 是的 恭喜答對的人 剛才就是看到一個 很可憐 很可憐的男人 通常我們都很開心 可以搶到最前面的道具卡 許願卡 但他竟然是左右為難 他在這一集裡面 拿錯卡了 拿錯卡了 這集應該是說發錯來賓了 他竟然早上去 瑪莉的房間幫他擦防曬油 這個會這樣 難怪我覺得有時候 張立東在 節目裡面都精神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他就是要每天要花這些 心思 在處理這些事情 對 然後瑪莉的帽子 也是他送的 對 而且瑪莉那一天還特別把 他的送的帽子戴好 然後做完造型 然後他褲子啊鞋子都 跟那個帽子是配好的 有搭配 搭配的 對你看結果還是沒有辦法搶到 他的正攻的位置 沒辦法 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是不是 所以他就把他兩張 許願卡的兩張 給了LB跟瑪莉 好的 但是我們就來看看 等一下他們之間會有什麼發展 好嗎好 我們先到廟宮 等一下應該會先到廟宮 看看 先跟廟宮先把事情解決了 OK 好 所以現在我們要抽出的 就是我們的 SOFO 經濟運動內衣 三位 得獎的是 我剛剛看到 外景小公主有留言 好 三位 黃凱婷 Big Baby Wu 無大寶貝 周峰姐 周峰姐 恭喜這三位 幸運得主 可以得到我們 SOFO 肌能運動內衣 恭喜你們 謝謝 這有沒有分男女啊 肌能運動內衣 應該沒有吧 男生找到也可以 男生如果 如果我們寄一個這個給男生 那他不就會很難看 有人需要 比方說 他可以送女友 或者是有人自用 像年魚他就會自用 對啊 他會給年年用 年年的時候就可以 對不對 我們可以封鎖鯉魚留言嗎 對 不給他留言 害怕他抽到這個 如果口渴的話 可以喝一下我們這個水蠻牛 這在我們外景的時候 其實都還蠻需要的 我覺得很多的廠商都發現 我們蠻需要補的 蠻牛啦 然後防曬的 然後都都B型啦 輕補 氧氣 對 我們之後有再跟那個 台大醫院在談戰群 對 台大醫院會直接過來站住我們 OK 下一個階段 我們要抽出的是什麼 Peddy你自己選一張齁 沒有沒有我覺得今天機會就是留給你們 好好好 抽就對了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要讓大家很多體驗一下抽卡 好就這張齁 第一張 自己翻 自己翻 1 2 3 現金3000塊錢 厲害 哇現在就要送 趕快 趕快 趕快跟你的好朋友講一下 趕快現在就要轉到我們的 綜藝三國序 那我現在不把題目告訴你們 不要送錢 因為我自己輸入答案 不要送錢 等一下這一題沒有題目好不好 趕快 趕快三千塊 這一題的題目很簡單 請問一下 納豆哥 剛等一下呢 除了還給廟公錢之外 他還額外送了什麼東西給他 對 這個東西感覺 我跟你們說 我可以給大家 聽起來有點不吉利 不吉利 感覺不吉利 但是是好東西 但是又不太吉利 趕快啊三千塊 趕快就 朋友趕快留言 好不好 我現在要先留言了 好嗎 因為我知道答案我要先留 我也要先留 好嗎 各位 那他們就會知道答案啊 那我們不要留 讓大家一起有機會 抽到三千塊 三千塊 先來公佈答案 沒錯 三千塊的獎金 我們今天這一集 充滿了好多錢的感覺 對 好多錢 我們要送三千塊出去了 公佈答案 納豆除了還廟公錢 還送了什麼東西給他 答案就是 一路順風DVD 好不好各位 納豆哥就是這種人 就是 還錢還樂不甘願 還要送你們到 沒有空一路順風 那是他的電影 大家不要誤會 得到金馬獎了 應該都有看過吧 好 現在 因為我也有留言 你們都有留言 我現在要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我 帥氣的臉龐 好不好 我馬上就要抽出 幸運的得主 是誰呢 抽到你 你休想 沒有我要私 我不會告訴 哎呀 黃亮君 恭喜 亂講 不是我是 林詠軒 恭喜 林詠軒 恭喜你 林詠軒 你要不要喊一下 讓我們看 你沒有喊 你沒有喊 我就重抽 三千塊 恭喜你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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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欸 Albi真的是很幸運 第一關就過關了 我覺得我們的製作單位 滿有錢的 其實很有錢 真的喔 對啊 感覺就是每一集裡面 都有好多的錢 可以送給大家 我們把三千塊再放回來 好三千塊 下一張 下一張 你要抽嗎 沒關係我大概知道在哪一張 好好好 再抽 好那不行不行 放回去 好對不對 剛才呢 第一關是Albi先過關了 對 現在 我們要繼續看下去 看了之後 他們會怎麼樣 會發生什麼事情 是的 太精采了 這個事情喔 只能說才剛開始 對剛開始 其實後面已經是 方向走版 沒完沒完 沒完沒完沒了 這是一切的開端 好的 稍微跟他換你抽一個 好 隨時喊停 停 第幾張 就第一張 哇又是第一張 好 自己開 要送出去的禮物是什麼呢 欸我怎麼 Sovo機能運動短褲 今天全部在送 Sovo 機能褲機能一 接下來還是機能短褲 好啦好啦 但是夏天最好用 沒錯 欸這個我們也可以留一下欸 機能短褲 接下來這個題目 基本上 你講題目的時候 全國的觀眾朋友都會知道答案是什麼 對啊 這個 只要你有看過《綜藝三國志》 這個題目都不用播就已經 你不可能不知道這個答案 而且不用看播出 就會知道答案是什麼 真的 不然Teddy你把題目先告訴大家 節目中 破壞道具的是哪位成員 好 我覺得你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問 另外一種方式問 就 哈校園最常在節目裡面做什麼 做什麼 破壞道具 對啊 這個不就是一個白話 白話的這個題目嗎 怎麼可能會 怎麼怎麼怎麼 提不出這麼簡單啊 一出題目答案 大家就知道了對不對 這題太簡單了 但是說不定 這一集節目不一定是 哈校園破壞的 懂道具啊 說不定 對啊 因為製作單位也聰明了 他們現在的道具都非常堅固耐用 有受過那種檢定 不是可以隨便破壞 說不定這題的答案是 沒有 沒有人破壞 建議你們也先不要寫哈校園 也有可能是全部 真的 也可能是一個 Surprise 驚喜 非常瘦弱的人也有可能 對 沒錯 但是我們這一集裡面好像沒有瘦弱 瑪麗 一氣之下把它弄爆 瑪麗不瘦弱 欸你們仔細看那個瑪麗 只要沒有過關 他就會整個變成綠巨人浩克 變身欸 很壯 好的 有人說邵維哥可以加碼嗎 等會 再看看加碼 但是現在先回到我們現場 要看你們表現嗎 我來看一下是要按讚數還是要分享數 好 欸我 我覺得我們這一集應該要爆金鐘獎 你知道為什麼 爆金鐘獎 因為從張立東的這個例子來看 是 非常有警示的效果 就是告訴我們拍樓不堂 拍樓不堂 你看他其實在整集他就感覺就是 他就是沒有辦法放開你知道嗎 對 他就一直夾在兩個女人之間 真的欸 專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會把這一集拿去爆金鐘 更何況Alby愛的人是我 他在那邊對不對 你要不要去公布他到底傳什麼給你 不行啊 我們在休息的時候他一直在 不行啊 一直在對Alby喊話說什麼 沒有我是說Alby 欸蠻可愛的啊 蠻好看的啊 蠻漂亮的 然後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一直秀說 你看我們手機裡面 你看Alby一直傳簡訊來 一直傳簡訊來 我覺得好累喔 好煩喔 都是滿滿的大Alby 你看都是他 這家裡合成的啊 哈哈 花了一點錢合成的 你下次可以找我 我有那個練一下Photoshop 我可以幫你評 好的 先不要管Alby啦 我們先管一下 剛才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 節目中哪位成員破壞的道具 答案就是 胡庸置疑 他校園 對不對 他就把我們那個 彈力神 拉斷 那個真的要拉斷其實蠻難的 我們那時候那個彈力神 已經有送過去檢驗了 欸Alby來欸 他是很難拉斷的 Alby 抱歉 我就是根根 你的根根寶貝 你不要隨便在這邊跟人家互動啊 他既然來了 就跟他互動一下吧 Alby 你應該知道要怎麼叫我吧 四個字 好你先慢慢留言 我們先把哈孝遠的事情解決掉 OK 好現在要抽出 快快抽我跟Alby聊天 技能運動短褲 他下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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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急了 我抽到我送你 Alby 好 得獎的是 有三位 李怡珍 王玉森 跟 沈佩怡 恭喜你們三位得到 SOFO的技能運動短褲 短褲 對 蛤 剛剛花花有來喔 喔喔喔喔 但是 花花有來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到啊 對啦 太快就消失了 好啦 你不要跟張立東一樣啦 他就已經是有一個錯誤的示範了 你現在要走路他的後塵嗎 我不一樣 我跟立東是不一樣的 立東那是檯面上的 我真的檯面下的 攝影機沒有了 好啦 你要小心你檯面下 開玩笑啦 對 開玩笑啦 現在呢 我們邊吃著我們好吃的天口串燒之外 我們又要繼續抽出下一個階段的獎品 好 現在的階段是 我洗 你喊品 哪一張 四張 床上到下 只剩四張 我第一張好了 等一下 第一張 確定喔 確定 自己開 自己開 一二 登登 橘子養生今早茶 養生 養生今早茶 照顧身體 好嗎 這一關 要問的是什麼問題呢 王少偉 沒有猜出來的台語 答案是什麼 拜託那個超難的 我忘記自己開 那個如果沒有七十歲 我看是不會猜出來 真的嗎 真的 那一題是真的蠻難的 所以你們仔細聽 答案就在 影片中 好啦 為了我要提振大家士氣啦 好不好 提振嗎 如果九點半啊 齁九點半 如果我們的按讚數破千 只要是破千就好 但是要九點半喔 九點半 我們就加碼三千塊 再一張三千塊送給大家 或者是分享 分享 三千塊已經拿出來了 好不好 好嗎各位 再給大家三千塊 只要破千 九點半我會算 有沒有再二十分鐘 只要破千就可以 好 三千就在這裡 三千塊就會馬上再加進來 這一段就是要可以獲得我們的橘子香 養生金早茶 題目就是王少偉 在等一下沒有猜出來的台語之中 答案到底是什麼 太難了 好不好 答案在影片中 OK好不好 繼續回到我們的節目喔 用成立喔 破綻對不對 好 各位 我們來看 先看一下 現在有多少按讚數 跟分享數 好 現在按讚數 高達多少人了 一千了嗎 九百五十二 喔 九百五十二 差48個 所以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只能捐個兩千四 那還是看那個分享數 如果分享數 好 分享二五 那分享數 如果到三百 再給四十五分 再給十五分鐘 九點四十五 如果分享數到三百 或者是按讚數到一千 夠簡單吧 太棒了吧 就是三千塊送出去 好喔 好不好 再加一張三千塊送給大家 對 各位 好的 已經準備好了好不好 分享數 那現在我們一樣要抽出 剛剛這一題的 答案 幸運得主 剛剛答案是求神拜佛 對 求神拜佛 真的太難了 沒有再拜拜的 我剛剛想說 而且在一個一陣亂放之下 要答對我實在是很難 太困難了 其實剛剛我看到那題目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說奇怪 我怎麼沒有印象那一關 一點印象都沒有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你過載 你連玩都沒辦法 對所以我想說 我怎麼完全沒有印象 還好因為我捨不得答案 對 還好 還好我沒有玩 沒錯 好的 現在我們要抽出幸運的得主了 以得獎的是 可以得到橘子香 養生金早茶 一位幸運的得主 得獎的是 武彩培 武彩培同學 武彩培同學 恭喜你 我們的養生金早茶 趕快去呼朋引伴 趕快還有一張三千塊要送給大家 沒錯 好不好 現在九九六 現在九九六了 不用啦就放進去了啦 放進去了啦 放進去了啦 直接放進去了啦 三千放進去 各位 好不好 就加碼三千塊可以抽 那你來抽好了 我來抽 好我先洗 你會想盡辦法抽三千塊給各位 誰吃喊 停 第二張 第二張 各位觀眾朋友 要不要換一下 要送給大家 要換嗎 我覺得換一下好了 要嗎 你覺得換 我覺得要換 那你覺得要換哪一張 我覺得換第一張 這一張嗎 我覺得要換這一張 那 那你覺得要哪一張 那我現在要用哪一張 我不換嘛 那我們一二三一起翻看哪一張 最後就是你那一張喔 對啊 好一 啊一起翻喔 一二三 喔 欸 謝忻三千塊錢 三千 果然不要聽我的 嘿嘿嘿 欸怎麼那麼好啊 我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 有沒有一千 不然我要選擇 要大提的 才要送給大家 對 真的已經過千讚了 要過千讚了 那我們再等一下 那個按讚 那個分享數 還差二十四 分享數趕快 現在開始趕快累積到三百 真的 就把三千送出去 好 分享數三百 又要再送三千 不是 才差二十幾個 對不對 我們 剛爭取三千 就把三千送出去 好 先講題目 好 先講題目 等一下哈孝遠 抽到Luckyball抽到什麼卡 喔 我知道 我先留言 不可以這樣子啦 我也蠻想要留言的 三千塊 你們不可以這樣子啦 我已經送進去了 哈哈哈 好啦各位 各位這一集你們很明顯的知道 我這一集扮演者是一個 燒蝦關主 對 我是應該是破了台灣史上 兩天喝完這麼大一罐琵琶糕的 紀錄誇張了 對不對 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顧好喉嚨 因為像我們製作人 也開始去顧喉嚨開刀了 因為他想要當關主 是 一定要傻啞成這樣 好不好 留意下一段到底是 哈孝遠抽到什麼 要送你們三千塊 對 抽到什麼卡 三千塊錢 等一下就要送給你們 可以來回家 沒錯啊 是不是好不好 今天也是你看 說著說著我們桌上很多東西 天狗的這個串燒都被我們一掃而空 對 我們還是有 想盡辦法先 捍衛住 不要讓桌上太空 沒錯 讓你們還是看到有 好多好多好吃的 吃一點吃一點 好嗎 好 趕快回到節目看看 哈孝遠到底是抽到什麼Lucky卡 欸 你看 我們瞬間移動囉 欸你從悟國宮 馬上跑過來了 對 我們兩個就一起來到這裡了 三個一起來 我們也來到這裡了 對不對 好了各位 究竟Teddy有沒有過呢 等一下你們就會知道了 對 而且喜歡Teddy的一定要鎖定等一下廣告回來這一段 是的 你們會捨不得 也會心疼 而且他的父母親也會心疼 他們那個時候Teddy會有一股淡淡的憂傷 對 非常的憂傷 是的 現在呢我們要抽出的是 憲金 憲金三千 然後也要謝謝這個我們的網友的支持 因為我們的破綻數 也超過了一千了 滿讚 1800的 1892 然後我們分享數也超過了300 哇 對我們要大方的再把三千塊送給你們 是的 這一題的題目就是 請問一下哈少偉在剛剛節目當中的Lucky Bo 抽到哪一張卡 答案就是 現金一萬元 好的 我們要現在 敏氣凝成看這個幸運的得主到底是誰 一定是我 各位 也有可能是我 因為我們都去留言了 Statial Teddy 你留了現金一萬元 對 很明顯 你不要以為 越接近抽獎的時候就越有機會 搞不好 搞不好 看到沒有 第一個人還是我 第二個人是他 第二個人是他 不是你們是誰 好吧 到底是誰會得到我們 第二個三千塊呢 答案就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三千塊得主是 葉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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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大雄是誰 誰是葉大雄 趕快喊 要 恭喜葉大雄抽中現金三千元 怎麼那麼Lucky 葉大雄太棒了 OK 恭喜葉大雄好不好 三千塊錢 現在 接下來我們還要再送禮 對 我心碎了 你心碎了 因為我有留言會 為什麼要抽到我 因為他只有一個名額 不然這樣你再加碼 再加碼 就有機會 有機會把它抽回來 你一次加碼 十包三千塊錢 十包三千塊 就有機會會抽到你 我自己掏三萬塊 然後抽三千塊 對 我是瘋啦 我在這邊有那麼好吸腦 好 我們再抽一張 接下來下一段節目當中的 題目是 你邊抽我邊講題目 題目就是請問一下 最後一個關卡呢 有哪些成員挑戰失敗 這個要失敗其實蠻難的 蠻難的 因為其實等於就是跳過一個呼拉圈 對啊 那個其實蠻簡單的 那呼拉圈這麼小一個 沒有人會失敗的 沒有人會失敗的 好那 你就隨便選一張好了 我選嗎 對 好來 最後給你選啊 好啦 那我選第二張好了 好 第二張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喔不是 沒有啦 鮑力達 輕補氧氣茶 有沒有 就這種 鮑力達的輕補氧氣茶 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送給沒有過關的人 沒有過關的人 沒有過關的人 沒有過關的人需要補一下 對 要氧氣一下 是是是是 各位好不好 請問一下 等一下最後一個關卡中 沒有過關的人是哪些人 正確答對者呢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 鮑力達輕補氧氣茶 我先小小透露一下 是 至少有三個 至少三個人沒有過關 對沒有過關 好的 好嗎各位 趕快認真看一下是哪三個 哪三個人沒有過關 沒錯 好嗎各位 這邊 吃到我已經吃不下了 好吃 但是我已經吃飽了 其實我跟你講 就是三國的所有的主持人們 就是如果你們禮拜六晚上 就是不知道去哪裡吃飯 歡迎來到三國 好的 繼續回到節目 謝謝大家 太感動了 我跟你講 既然齁 今天大家陪我們到最後 我們就大機一點 怎麼樣 把所有沒有送出去的禮物 等一下全部送出去 真的假的 所以名額不是只有一個 一個的是 現在這個氧氣茶 我們送一個 然後還有哪一些是還沒送出去的 全部都送出去 水蠻牛 也是一個 然後那個 夏天防曬的生物 生物水 有三位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總共要送出 五位 幸運的得主 沒錯 把所有的獎品全部都送出去 大 放送 剛才內提的答案 對 最後一個關卡 有哪些成員挑戰失敗 答案就是 Teddy 張立東跟哈孝遠 好 這麼簡單的關卡 竟然還會挑戰失敗 好不好 也是意外啊 而且Teddy你有怎麼話 淡淡的憂傷 話要說的 你現在已經復原了吧 復原了 復原了 所以他幾天講話聲音都很高 有點尖 你說什麼 各位 五個獎品 五個人 一起送 一個一個送出去 三個獎品 五個人是 得獎的是 現在先送出一位了是不是 全部一起 全部一起 恭喜 保麗達 清脯� 개 搧椅 黃偉嘉 恭喜你黃偉嘉 好啦恭喜這五位的幸運得主好不好 我們這個三國的直播室就是這麼的大氣 只要有的東西就送出去 還是這個也再抽一個 很有斯文的這兩個魚下巴烤 今天也很感謝天狗日式串燒 正在我們今天的這個公社的晚餐 然後希望呢我們每一個禮拜六都有 這麼多好的獎品跟美食陪伴大家 好不好但最重要的還是要繼續支持我們三國志 而且我們今天呢也有在討論 我們會有更多型態的挑戰賽要跟大家見面 是的盡情期待 但我們我並沒有很開心 很累的是我們 我是還好 你也不見得還好 對很難講 你也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後 沙亞關主也在討論範圍 但是相信絕對會越來越精彩了 好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 綜藝三國志 掰掰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囉 耶 怎麼會話外語